哈囉我是Amy 哈囉我是Li 我們是阿咪安的Li 今天是一個懺悔的一集 因為我們覺得講太多日本男生的壞話了 所以今天要來講日本女生的壞話囉 這樣根本就沒有懺悔了 有啊 只是把我們最念變得更深重 我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 第一個梅黑拉故事非常的精彩 就是來自阿咪的老公的前女友的故事 會鬼店就是不斷的打電話 就是可能找不到人之後 可能可以在一個小時之內打個200通這樣 我超討厭這種人的 但重點是他打了200通他還是找不到我 他到底在哪啦 他就不理你了 他就不想理你了 對他可能就是過了 那我覺得伊藤的那個耐性好夠 就是 他可能就過了四五個小時 然後才會說 喔我睡了 我不小心睡著了 但他其實是 他其實是醒著 對 然後 他幹嘛不分手啦 就很奇怪啊 好煩喔 但是他就說其實像這種梅黑拉的人 女生是很會封鎖 就是會為你做盡一切的事情 所以他就會很想要照顧你啊 然後比如說吃的習慣啊 因為其實 喜歡吃的東西不一定會一樣 但他就會不斷的配合你 然後還會配合你的興趣 就是希望能夠知道所有你喜歡的東西 但因為那個時候伊藤是個爛人 就是他的興趣是爬青鍋 那他們該不會一起去爬青鍋吧 他就真的一起去爬青鍋 他就真的一起去爬青鍋 尼黑拉 原本是常在網上搜尋 Nendary Health的人 後來已成為心理有毛病 意思接近中文的神經病 就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有發現 他偷偷在寫一個Vlog 他就發現說 只要每一次就是那個女生打喔 你一點找不到他 或者是就是吵架 或是那女生心裡不愉快 就是 割完什麼的 就會在那個 Vlog上面發表他的言論 一人的這個綺麗的野球 所以 就是他開電話 之類的 鬼電 何度も何度も 鬼のように電話する 的略 瘋狂打電話找人 狂空 對這個超可怕 這個是經典 就是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就是有一天 那個女生就來教室找他 說想要一起去吃飯 然後他就一起去 去了之後就發現說 他們在那個學校的食堂 然後那個時候他串了一件 他就把那件外套脫掉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兩個很大的 很大的吻痕 那個女生 他裡面只穿了一件 就是小的T恤 然後一天就想 我是水智嗎 我沒有 我沒有做過這樣的吻痕 然後他就發現說 那個是他自己吸的 欸 可是怎麼弄 就是 就這樣子啊 就是他會在一個 你真的是吸得到的地方 就是不會在 就是不會在 就是他不會在脖子 因為不是自己吸不到 我真的覺得這女的好可怕喔 真的好可怕喔 真的好可怕 而且是大到這種 就是你可能會覺得他受傷 然後他其實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他 因為那個時候是有其他的朋友 朋友就會說 開始決定了耶 他就是希望 他就是希望 周圍這樣子 他就是想要嘴巴 對 得到捉摸 而且我就想說 你都不怕這樣男友 我就想說 那你是個別人嗎 對啊 對啊 就真的是 哇靠 然後他就是 一瞬然後 被講了之後 然後他就會假裝很強 我就會說 啊 然後就把外套穿上 所以他只是想要你提起這件事情 我們也可以自己吸一吸 喔美啊 Kiss Mark 外來語的Kiss 和Mark 組合起來的合適英語 那不然是吻恆的意思 大家很想要跟日本女生交往嘛 對不對 但我必須說 這些人是有的 就是他可能會非常非常 可是 因為我有朋友是那種 會在 男朋友就是 不在的時候 然後去直接把他家打掃電 然後再煮完整個飯 那他人在那邊嗎 對 他人不在啊 他可以不用他回來 他就回家了 好 好然後另外再講 比較 這方面 就是有點反面了 就是我們認識的女生裡面 有些是 他們真的會養很多兒 背胎 那有兩種一種是 就是 他是沒有真正的男朋友 他就是 背胎 123組 對 他只是真的就是 他剛剛行情很好 或什麼的 因為我就有認識一個學妹 他就說他有一個 哈達給 哈達給是鐵 他有一 他有一母甜 應該說 他有 五母甜 哇他好富有 因為就是 後來他其實也沒有乾淨 然後就是他有喜歡上 他有真心喜歡上去 然後那個人又沒有跟他在一起 所以他才覺得 他要好好思考人生 所以他養了其中一母甜 五母甜但沒有一母甜 他吃到了這樣 其實我覺得他是知道他要跟誰在一起的 只是那些人都不到他的標準 就是有點難我覺得 希望他可以找到 但我覺得這也是一個方式啦 KEEP KEEP 來自英文的 KEEP 男女關係中 不想交往但想保持聯絡的備胎 還有就是很多女生真的 完全不會斷 就是他們不會有空窗期 就是他們一定是 你發現他分手了 他一定是跟下一個在一起 我身邊的女生其實大部分都是這樣 我身邊的女生每一個 很少有空窗期 多單身的都是男方女生 或者是剛才那個有很多甜 但是條件太好了 這樣子 就是 他們比較實際我覺得 他們不會真的去想要遇到 就是命運的人 對對對 他們也不會 因為像我們兩個有個問題 就是我們兩個比較看臉 對 但是他們也沒有真的 很外貌協會 就是 可能有交過很帥的 可是 不合就換 就是真的不會斷 因為一定就是有很多條寫衣服在做 對 這個 這個是非常合理的推斷 就是他們 不會一定要跟自己很喜歡的人在一起吧 對對對 就是有人喜歡他 他就想去試試看 對對對 所以他可能就是會沒有 可能會教你證實 可能會重疊 可是他不會有 他沒有 他的男朋友 沒有男朋友的時間非常的 短這樣 神經百戰 對 也不錯啦 對 至少這樣就知道 但如果你是其中一人 可能就要小心 對 因為 對 很有可能會是其中一人 對 這個就是男生要 比較注意 你可以不要 因為我覺得其實有的時候 太認真 對對方也是負擔 就是 就是 你何必一定要就是很認真的去投入這個感情 你可以 把它保存在一個很喜歡很欣賞 然後 為對方著想的那個 比較純粹的狀態下 這樣子啊 因為反正也沒有在一起嘛 不是嗎 在一起的時候再放真心就好 MEN CREE MEN GUN MEN 人的外表 CREE 吃著套 MEN CREE就是外貌協會 這種可能就會 你覺得有在一起 但對方可能沒有 喔對對對 也有可能是這樣 是的 還蠻容易發生這種狀況的 蠻容易發生這種狀況的 蠻容易發生這種狀況的 因為他跟你做 也不一定 就是有跟你在一起 所以 對啊 很多都是沒有吧 對啊 那你再怎麼辦 呃 帶 兩家 我幫你解 或者是問我們好了 可是我覺得 他如果真的覺得你是在一起 其實還蠻容易分辨 應該說你會知道啦 對 你知道他跟你在一起 你覺得有疑慮 那應該就不是了 對 這就是我們告訴你們的答案 好 好 而且其實 日本女生還蠻多人會 叫他兩條串 對 還有我覺得要看啦 就是 你 哪邊算 就是牽手 兩人吃飯算嗎 一定不算啊 你一定不算吧 兩人吃飯不算啊 我也不去吃啊 我也吃喔 吃差不多了 然後 那牽手算嗎 牽手喔 可是這一次根本蜜也不會牽手 對啊 不會牽手吧 接吻啦 接吻或上次 接吻就算了吧 你可以接受我 不行欸 我真是一個 老派人 我 應該也不能接受 所以就算啦 我 我不知道 那個親吻算不算外語 就是因為 你親啊 親嘴啊 親嘴就算吧 蛤 是喔 好 這就是 反正要問清楚那個 界限 界限 好 希望有帶給大家一些採訪 對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 還是可以問我們的 要訂閱 喔 掰掰 掰掰